请各位一定要支持选举实境秀 马德本人也是有 如果有上班都会到这个选战的第一线 来给大家掌握到最第一手的选战的讯息 我们继续来关心全球现场 根据路透CNN等多家媒体的报导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已经向国会相关的委员会证实 情报部门正在评估前总统川普 违反国家档案管理相关法令 所造成的国安潜在风险 CNN has learned that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Avril Haines confirmed to lawmakers on Friday that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o review all relevant documents that have been retrieved from former President Trump's Florida home, Mar-a-Lago She also noted that the intel community will conduct an assessment of the potential risk to national security that would result from the disclosure of the relevant documents 这是8月8号,FBI干员搜索海湖庄园之后 情报机关首度针对调查进度公开回应 美国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也表示 被不当披露的文件包含大量的人事资料 可能会危及到美国在全球各地工作的 情报人员安全 不过川普阵营否认任何的指控 同时也认为这个是民主党的阴谋 2022大陆长春航空展26号在长春开幕 解放军的20系列战机家族这一次集体登场 除了明星机型运游20 包括了歼16轰6K以及空警500都现身 也吸引大批军事迷到场打卡 大陆81飞行表演队飞向天际 率先拉开序幕 接着由大陆航空大学组成天之翼和红音编队 在空中拉烟化石炫技 随后观众以热烈掌声迎接歼20进场 在中距禁距空战中 这个动作能够有效规避抵导弹攻击 从而保存自己 创造条件消灭敌人 歼20双机编队以大速度低空冲场 接着上升急转 并以大坡度盘旋展现低空空战能力 最后更以几乎垂直的角度 大秀跃升能力交失在层层云海中 这么低的高度 首先气流比较大 对于我们飞行员操纵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大陆航空展为期五天 光是20系列就让航空迷感到惊喜 由大陆自主研发 被称为胖妞的云二林 更在空中展示具有实战意义的水滴型回转性能 而众所瞩目的明星机型 运游20更是首次公开展示举行线下见面会 把我们自己研制的加油技术 与大型飞机平台运游20进行结合 推出了我们身后的运游20 大幅度的提升了空军的远程机动 运游20除了能同时为歼20和歼16进行空中加油 更具有胖妞运20的能力 可以在加油和运输模式中切换 且支援空中投送 被认为是重要的里程碑 运游20比起大陆空军以往同款机型 载油量更大 加油量更大 航程能力也更大 这不仅意味着大陆空军的军事设备 比起以往已经大大提升 且在远程能力上 似乎也在向世界示警 运游20的出现 已经让解放军空军具有远程作战能力 记者鲜海宇报道 美国太空总署NASA时隔五十年 重返月球的任务 预定在美东时间八月二十九号 展开第一步的计划 届时火箭将会搭载太空舱 进行无人是非 绕月球一圈再返回地球 美国太空总署 最后一次发射太空梭是在十一年前 而阿波罗计划也已经相隔五十年 NASA在佛州甘乃迪太空中心 将发射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火箭 这一次登月计划二点零 命名为阿提米斯计划 也就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双胞胎妹妹 目标是二零二五年 让人类再度登上月球表面 NASA登月还有一项创举 是预计把第一位女性 以及第一位有色人种送上月球 为下一步前进火星铺路 日本棒球的传奇球星林木一朗 那么今天成为大联盟水手队的 名人堂艺员 仪式也在球队主场举行 吸引近满场的球迷参与 他也在日前的记者会当中表示 要准备现场演说 不过可能是会胃痛 胃痛到胃溃疡 对 野球的准备是简单的 不简单的 不简单的 比较难以为 我感到痛苦 可能会变成二次的准备 可能会变成二次 病棚里面呢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Go